上午在市区刺同时代村 各个场馆早早就开始准备演出道具 演员进场化妆排练 为假期游玩的市民游客 献上端午特色的节目 各类的一些端午手作 然后我相信每个小朋友或者大人的话 体验起来应该会非常地能感受到 这种端午的这种气息 那今天的话 我们的小朋友们最大一点的话 每个人都会把这个汉服 还有呢为让我们行谱的这个 比如说马面琴加我们这个头饰 那一起的话来贯穿到 我们整个全州的一个闽南文化 刺同时代村小北城里 还有游园通关 国风画展 艺术摆摊 古典礼仪 民俗体验 国潮演绎 端午手作等项目 让市民游客重温千年传统文化神韵 各个场馆则根据不同场景 安排了穿汉服 席古礼 赏字画 福古琴等活动 其中百人汉服会及 亲子国画展等 吸引了不少家长带孩子参加 主要是带孩子来参加一下画展 然后拓展一下课外活动 端午假期 圆河1916 清源山等旅游景点景区 均有民俗活动 大家可以前往游玩体验 明镇与大佬 好